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豆 我們今天要開箱是亞瑟士卵氏最高階的訂製手套 那這一咖是有一個應該住在附近 新竹縣這邊的某一位打棒球的球友 他訂製的 雖然說阿豆對他的姓名不是很清楚 但是阿豆對他的印象很深 因為他在他的手套的大拇指 變成刺了三個字 懸天拱 非常的特別非常的酷 那基本上他是屬於週末打棒球的球友 那當初在訂製這咖玩家號的Model之前 他其實也有在自己的家裡的電腦裡面稍微模擬過 所以當天是沒有花太多時間在討論配色上 那如果你選的是玩家號這個Model的話 你實際上去量他的手背 大概會落在12.75吋 那他的重量以這咖定製來講 他的重量會落在620克上下 610到620克左右 那順帶一提 如果你選擇是亞瑟斯軟式定製的最高等級 其實他實際上戴起來的扎實度呢 他會比他市面上一般量產的軟式手套 還要扎實蠻多的 所以我覺得雖然說他的定位是軟式的定製手套 可是雖然這個等級這種扎實度 你拿去打硬絲棒球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那相對的他也會幫你減輕一些預算上負擔的壓力 因為他沒有像硬絲這麼的高價這樣子 這邊也這個是阿豆的小心得也讓大家做個參考這樣子 那配色來講呢他是 他是用了一個灰色搭配白色的配色組合 機球面他用的是灰色 然後手臂因為有雙夾條的設計 所以他是走一個白色灰色相見的配色組合 然後在縫線和帶皮上他選擇的是粉紅色 也非常的不一樣 然後在SOHO這個大A標 他選擇的是一個矽膠材質的大A標 整咖算是配色蠻簡單的 不過搭配上那個粉紅色的帶皮跟縫線的點綴 讓他變得非常的亮眼 然後在配合上他個人專屬這個大拇指包邊的中文字刺繡 阿豆也盡快通知你 懸天公快來認定你的手套 OK 那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 我們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最後我們如果有其他想看的主題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如果你喜歡阿豆的影片 也請你幫阿豆點讚分享跟訂閱阿豆的頻道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see you next time 下次見囉 Bye Bye